习近平亲自搞砸北交所 成交量暴跌92.2% 股民开骂人神共愤 谁给习近平看了假内参 中国经济重蹈苏联覆辙 辜负了总书记的期望 官媒长文通马国足 专业书求30年 由习近平亲自部署的北交所 近日被中国的股民骂翻了 因为北交所的成交量 目前已经从高峰期的300多亿 降到了只有20多亿 跌幅达到了92.2% 另外再加上外资撤离 内资也在不断的砸盘 中国的股民是痛骂人神共愤 这来自自由时报的信息表示 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亲自指挥部署的北京证券交易所 简称北交所 惨不忍睹 北交所50指数单日的成交量 从高峰期一路崩跌至9月6号 只剩下了23.6亿元人民币 萎缩超过9成 指数几乎腰斩 在流动性枯竭 以及经济情势欠佳之下 大股东开始透过巨额交易 来转让持股 最高折价三成 引爆了中国股民开骂 直言中国股市灭临外资撤离 大股东还见价砸盘 人神共愤 中国媒体财新网的报道说 2024年以来 一共有107家北交所挂牌企业 发生了407次的巨额交易 相较于巨额交易 当天收盘价的平均折价率 为13.34% 9月份以来 则有八档个股折价进行巨额交易 折价幅度从10%到30%不等 其中不乏北交所的明星上市公司 引起了关注 根据统计显示 截至到9月5号 三维股份 联程数控 丰恒新财 贝特瑞 克莱特 奥迪威 森宣医药 通益航泰 分别进行了巨额交易 其中4家公司的折价率 在30%上线附近 分别是立体股份 贝特瑞 森宣医药 还有奥迪威 联程数控的股价较年初的时候 已经腰斩 在此基础之上 其大宗交易的折价率 也达到了26% 一位负责北交所的投资银行人士认为 北交所巨额交易的折价行为 背后涉及到了许多方面 第一就是急需资金 北交所50指数当前的日均成交额 目前只有20多亿元人民币 如果有资金需求 大股东会选择便宜卖股 第二就是接手的投资资金 如果谈妥大幅折扣的巨额交易 手中的股票也许能够在二级市场当中 来卖出赚取差价 第三就是原始股东出于避税考虑 折价找人接盘 套现资金 在总体经济低迷之下 北交所上市企业运营不佳 就今年半年报观察 北交所上市公司经营持续成压 57%的公司归属母公司净利为负 获利能力依旧考验市场投资人的耐心 北交所交投情绪更为低迷 9月6号 北镇50指数收盘619.17点 与2022年6月份的峰值 1167.12点相比 跌幅达到了46.9% 成交量更是从高峰期的303亿元人民币 衰至了9月6号的23.6亿元人民币 跌幅达到了92.2% 对于大股东透过巨额交易 折价卖股行为 中国股民非常不满 直言股市从5月底以来持续调整 都是杂盘资金所为 除了外资还有吃力爬外的各路内资 中国股民还说 北交所成交量极低 卖方没有溢价优势 如果有资金需求 只能够断壁求生 这种见价杂盘的行为 人神共愤 加剧内资多杀多恶性循环 希望相关部门重视 近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一系列文章当中 就分析了中国专门给高级领导人看的内参杂志 它的质量到底如何 文章表示 中国内参的信息质量向来就有严重的缺陷 所以导致中国的最高领导层 看了有缺陷的内参信息之后 做出来的决策也自然是有缺陷的 而经济学人表示 目前中国经济恐怕要重挡苏联的覆辙 那到底是谁给了有缺陷的内参给习近平看呢 这来自经济学人杂志的报道表示 中国经济面临的一大问题是资讯遭到了强力的管控 且高度集权的政治控制 国家安全优先 以及建立在恐惧上的治理文化 容易让领导人仰赖的所谓内参系统趋于失灵 经济学人杂志近日发表的文章提到 历史经验显示 资讯的自由流通有助于提升决策品质 降低重大事物的发生机率 并且促进社会演进 提升国家整体应对挑战的能力 在1990年代晚期和2000年代初 中国领导层曾经试图借由既部分开放 又维持控制的治理方式 避免重蹈苏联瓦解的覆辙 随着科技发展部分中党爱国的人士认为 大数据人工智慧等一些新技术将有助于最高领导层打造一个高科技 高效率全方位的开明极权计划与治理体系 实践苏联没有能够达成的理想 然而经济学人分析表示 现在的情况是中国有可能如苏联一般证明专制统治效能低落 经济学人指出为维持在政治领域的主导地位 苏联领导层无情管控压制各项资讯 最后连领导层本身都失去了对真实世界的准确掌握 如今中国经济面临类似的问题 经济政策是根据什么资讯拟定 而这些资讯有多可靠准确贴近现实呢 此外政府到底知道哪些一般人不知道的事呢 经济学人近日刊登了一系列的文章 分析中国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 侧重资讯流通和资讯品质 对决策过程的影响 并且对中共党国机关的内参系统有不少的琢磨 该文章表示 中国官方的经济数据一向不乏缺陷 前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李克强 也曾经质疑他们的准确性 然而近年情况持续的恶化 包括数据相互矛盾都不拢 导致美国财政部曾经寻求中方官员解释 部分资讯不仅发布频率下降 经过调整 必须被压下来的敏感资讯 也越来越多 且向外界公开的内容 有越来越与现实不符的趋势 经济学人指出 经济越脆弱 就越多资讯被压制 即便是亲官方的权威人士发表意见 如果他们对资讯的诠释 没有经过官方的肯认 也可能会被迫晋升 为避免领导层难堪 官方资料可以被公然扭曲 举例而言 一名北京大学的教授 去年中的时候公开提到 官方发布的失业数据 没有呈现有多达1600万名的年轻人 因为放弃找工作而没有就业 而如果计入这些人的话 则青年低度就业的比例 将超过46% 中国的国家统计局随后很快终止发布了 中国都市青年失业率的数据 直到今年初才开始公布经过改善的数据 此外 中国官员似乎对控制外界 如何讨论2019新冠状病毒 较有兴趣 而不是全面的了解疫情 和封城等些疫情的管控措施 对经济活动实际造成的影响 至于党国各层级机关的内参机制 虽然内参材料可以比公开发布的内容 强而有力 但务实效果如何 不乏一问 经济学人说 内参系统的资讯来源包括了学界 智库媒体 例如中共的官媒新华社的记者 在大量的生产吹捧官方 但是新闻价值低落的公开内容之余 私底下为内参撰写的文章 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样态 一名撰写人告诉经济学人 能够写内参报告是荣幸 要取得这项特权 必须通过激烈的竞争 一名研究人员表示 他可以在内参报告就行政管理问题 直言不讳 例如政府命令相互矛盾 导致落实困难 而另外一名研究人员则表示 内参材料有助于官员 从地方角度接入 理解不动产市场崩盘等一些重大问题 不过经济学人指出 取得资讯是一回事 官员是否能够确实理解 并且善用资讯又是另外一码事 此外难以判断 到底有多少内参资讯和建言 能够如实的上达中共的高层 内参报告的作者可以自夸个人影响力 但是目前不存在可靠的资料 衡量特定内参材料 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而另外一个方面 内参机制的潜规则 可以让报告作者倾向讨好当权者 让他们开心 一名研究人员向经济学人表示 他的分析越正面积极 就越容易被视为好文 此外虽然他可以自由讨论 国家面临的问题 他依然会小心不直接批评高层 而透过内参机制流通的资讯 也较难以被客观的检验 经济学人表示 在权力最高层以外的人 无法得知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读了什么样的内参材料 以及他的反应如何 中国的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 一向缺乏透明度 这在经济成长强健 决策者态度务实的时候 问题不大 然而当成长放缓 官僚系统越来越意识形态之上 缺乏品质良好的资讯 就令人忧心 最终不仅是外界 可能中国领导人自己 也会物理看花 难以确定什么是好决策 昨天9月5号的时候 中国男足在世界杯预选赛当中 对阵日本队 结果0比7大败 并且刷新了多项惨败的记录 而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曾经是对中国的足球 寄予过厚望的 并且承诺 要把中国足球打造成为国际列强 但是屡遭惨败之后 不知道习近平还是否有信心 而具备中国官方背景的媒体 甚至发长文讽刺中国国足 说他们是专业输球 30年 这是来自台湾媒体中央市的报道说 中国男足在9月5号的时候 在世界杯亚洲预选赛当中 以0比7输给了日本队 创下了历史上对日本的最大比分失利 以及多项惨败的记录 这群媒体上中国网友一片骂声 前中国国足的队长范志毅表示 看得想跳进黄浦江了 在9月5号的时候 在日本棋域进行的2026 美加莫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8强赛 C组首轮比赛当中 中国男足0比7败给了日本队 也创下了多项惨败的记录 根据中国媒体澎湃新闻的报道说 这是对日本最大的比分失利 市域赛单场丢球最多 市域赛最大比分失利 这也是中国国足队史正赛的最大比分失利 此前最大比分失利是来自2012年 与巴西队的友谊赛 当时中国国足0比8不敌巴西 直播看球的前中国国足的队长 仍在上海的范志毅感慨表示 这场比赛对面进球也太容易了 要不是这里离得远 他看得真想跳进黄浦江了 他也表示他们可以接受输给日本 但是让对面进得这么容易 真是太差了 另外中国媒体心惊爆爆的表示 中国队的主教练伊万科维奇赛后表示 日本队是世界强队 尽管已经预料到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 但是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的失球 接下来还有9场比赛 会和队员好好总结 加强备赛 他并表示作为一名教练 这个夜晚对他来说也是最难过的一晚 在中国足协贪腐不断 以及中国国家对多场表现不佳的情况之下 许多的中国球迷对中国国足已经是恨铁不成钢 但是9月5号的这场比赛 还是让社群媒体一夜沸腾 微博话题国足主帅回应 零比其惨败迅速成为了热搜 网友的反应包括了 现在还有几个在关心国足 培养的都是富家子弟的学员 上台之前心态上就矮别人一截 还有人提出要求让国足的球员退还年薪 在9月5号的时候 这场比赛中国的官方媒体央视并没有转播 唯一转播平台是中国的爱奇艺体育 需要付费来观看 有网友赛后评论说 央视不播的原因肯定晓得惨案即将发生 也有人吸血表示 如果央视转播就会有更多的人砸电视机 其实有助于官方现在推动的家电已就换新 还有人将中日足球的落差扩及到了其他的方面 表示只是足球零比七吗 经济是几比几呢 教育是几比几呢 科技是几比几呢 足球只是把落后显现的这么具体 中国作家李承鹏也发文表示 中国男足以零比七输给日本并不令人意外 他表示你难道不意识到中国官场清廉与日本的差距吗 你难道看不到中国社保养老司法和民生与日本的差距吗 就连据为中国官方背景的微信公众号牛弹琴 在9月6号的时候都发出了讽刺长文 称国足专业输求30年 有其良苦用心 中国足协的官方网站统计中国男足对阵日本的历史战绩 处于绝对的劣势 上一次击败日本是在1998年的黄巢杯四强赛当中 当时中国队以2比0击败了日本 此后至今中国队已经14场不胜日本 期间总战绩为14战8负6平 而中共的官方媒体新华社的英文版的报道则表示 这是一次耻辱性的失败 另外来自德国之声的报道说中国的官方媒体对这一次比赛的反应极其的冷淡 官方的体育日报以世界杯预选赛中国不敌日本为题进行了简短的报道 但是对比赛的细节只是一笔带过 不过中国社交媒体当中对于比赛结果的讨论则非常的热烈 一位博主写道足球不能靠唱赞歌和编故事来提高 还是需要技术身体和战术素养 这不能靠讲政治来完成 而另外一位粉丝众多的知名的博主写道 应当让足球运动自行发展 领导人不必对体育寄予厚望 政府也不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德国之声报道表示 有报道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是一名狂热的足球迷 2015年的一份官方文件当中 习近平当时承诺要让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 躋身国际强队的行列 当时中国国家队的战绩欠佳 而中国国内足球联赛当中也不断爆出了腐败丑闻 这是来自《世界日报》的习记表示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黄平日前出席华美协尽社举办的慈善晚宴 并且宣布即将离职 原因是任期已经满且达到了退休的年龄 根据中国领事馆的官方消息 黄平目前仍然在屡职的状态 具体的离任日期尚未公布 华美协尽社在9月5号的晚上 在曼哈顿中城的广场饭店 举行了2024年度的青云奖慈善晚宴 在颁发两项奖项之后 华美协尽社的社长葛小初宣布将颁发特别奖给黄平 并且感叹对他的离去感到十分不舍 黄平及其夫人张爱萍共同上台领奖 并且合影留念 黄平发言第一句就是指向了日前的孙文事件 他表示感谢华美协尽社邀请他 尤其是他在前一天大出名了一把 引起了全场笑声不断 然而黄平随即解释 自己离职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任期届满 以及中国官员的退休年龄的规定 一般驻外官员的任期为3到4年 退休年龄为60岁 而他已经在任6年年届61岁 黄平表示他想是时候回家开始新的生活了 黄平发表了长达20分钟的演讲 主要回顾了自己在美国的职业生涯 以及强调了美中关系的重要性 黄平透露说他回到中国之后 自己可能在高校担任教授 或者加入非政府组织工作 但是目前都没有定数 黄平同时提到 在纽约的工作生涯当中结识了许多的好友 这一次华美协进社的晚宴 也成为他告别纽约的完美时机 针对近期有报道称 黄平因为涉入了中国特工案件 而被免职的消息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日前已经公开否认 强调黄平总领事目前依然照常旅行职务 习近平送中国人食难 全民集体反平 百姓可以吃土度日 习近平誓造帝国梦 张又霞发言有异常 习近平为晚年做打算 今天台湾媒体上报当中 发表了一篇署名为 宋国成的文章 作者表示习近平这十年以来 不但没有把他所讲的中国梦 送给中国人 反而给中国人民制造了石南 而这石南困扰着中国人 从生到死 可以说是一辈子 而对于习近平来说 中国的老百姓可以吃土度日 但是中国官方却不能在国际上丢颜面 于是习近平在各种大会小会当中 疯狂的大撒毙 所以作者总结表示 习近平口里面所说的中国梦 实际上是习近平自己的帝国梦 这是来自台湾媒体上报当中 发表了一篇署名为 宋国成的专栏文章 作者表示 邓小平曾经说过 改革开放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确实当前中国确实是有 极少数的人富起来了 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都穷下去了 依据纽约时报在9月3号的时候 发表了一篇文章报道说 2014年的一份关于中国人民贫富感知的调查报告就显示 当时的中国人认为 自己比五年前更加富有的比例是77% 而在时隔十年之后的今天 这个比例降至了39% 这意味着中国人民的财富正在急剧的缩水 有61%的中国人民正在走向贫穷化 习近平引以为傲的政绩脱贫 实际上是反贫之后再入贫 作者表示 当前的中国人民有 食男 吃饭男 穿衣男 上学男 就业男 结婚男 生育男 住房男 看病男 养老男 送中男 这食男几乎涵盖了个人一生所有的困难 也就是从摇篮到坟墓 无事不难 2014年期间正是习近平提出中国梦的亢奋年代 我们不知道这场民族大梦的具体图像和梦幻愿景是什么 但是可以确认这是新时代习近平思想的总纲领 如今这场梦境的图像已经明朗化 那就是一场由中国梦走向中国穷的历史大变局 中国的经济到底有多糟糕呢 八个字 深不见底 钥匙网笑 但即使中国人民苦哈哈 中共还是在天女散花 作者总结了中国社会当中现在十大正极 第一就是极端的贫富差距 根据中国政府自身的统计 中国有近十亿人平均的月收入在人民币2000块钱以下 占总人口近七成 在此同时 中国的1%的人口占据了90%的社会财富 而99%的穷人只占到了10%的社会财富 这就是贫富的极端差距 除了三农问题之外 中国大陆还存在三差问题 也就是贫富 城乡 东西三大差距 中国的贫富差距被形容为天地之差 贫富之分可谓是天差地别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 中国目前约有两亿人生活在贫困当中 最富与最穷家庭的金融资产比例相差达到了359倍 第二就是社会火山的出现 一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 一份由哈佛大学社会学家马丁怀特和斯坦福大学大资料 中国的联合创始人施考特·罗泽尔 以及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合作进行的一份调查研究 名为社会火山 调查显示过去中国人民对于贫穷的原因 从过去认为是自己能力不足或者是努力不够 到现在归咎于不平等的机会 与不平等的经济制度 作者表示他把这种社会火山称之为内暴型的社会怨恨 一方面表现为对习近平体制的不满 一方面表现为个人生存状态的绝望 第三就是社会性自杀 日前一位中金集团的女性职员 因为房地产崩跌无力支付房贷而跳楼轻生 最近一名来自宁夏的年轻女子 陈诗在西安出租公寓 这就是一种社会性自杀的例子 这名女子数次公务员考试都是鄙氏第一名 却是屡屡在蔑市的时候被刷了下来 没有能够被录取 这意味着靠关系走后门行贿赂等些方式 而获得工作的现象非常普遍 许多没有关系而面临长期失业的青年 往往选择社会抗议性的自杀 第四就是银发族的悲歌 根据中共的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资料 中国当前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逼近3亿 大约2.9亿 估计在2035年前后 老龄人口将突破4亿 到2050年将达到5亿 随着中国经济出现常态性的下滑 养老问题已经成为了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 中国的福利制度是一种扭曲畸形的不公平的制度 作者表示它称之为富享制度 也就是富人享有高额福利 穷人只能够减食碎骨头的失衡的状态 一般在西方国家 福利制度主要是向穷人倾斜 但是在中国干部富裕人士往往享有住房 医疗 汽车 奖金 随护保姆等等一些福利 但是穷人 特别是大多数的农村老人 只能够在财政剩余之下 捡取剩下的碎骨头 许多老人晚景凄凉 罚人照顾 第五就是餐饮收尸人的出现 根据北京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在2024年的上半年 北京市每年营收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餐饮业的利润总额为1.8亿元人民币 比2023年的同期大减了88.8% 利润率降至了0.37% 连一成都不到 这意味着餐饮业面临着利润微薄的局面 截至2023年的12月21号 中国餐饮企业吊销牌照的数量超过了126.5万家 是2022年的两倍多 创下了2020年以来餐饮吊销量的最高记录 2024年上半年 餐饮相关的企业总计注销吊销数量达到了105.6万间 2024年的第一季度 已经有近64万间的餐饮店倒闭 较去年同期的14万间增加了232% 许多新开的店家撑不到一两个月就倒闭 还有一位客户是新店开张三天之后就结束营业 在一片萧条之下中国出现了一种餐饮收尸人的特殊行业 也就是专门收集倒闭的餐饮业剩下的厨具餐具等等 进行再次利用或者是二手转卖 一位广州业者表示 自今年3月份起广州餐饮业陷入了倒闭潮 预计每个月就可以回收40 50家餐饮设备 70%都是火锅店 其次是奶茶店 第六就是内卷式恶性竞争 由于产能过剩 内需不足 库存积压等等些因素 中国多数的企业出现了低价竞争 狂打价格战的现象 称之为内卷式恶性竞争 以钢铁产业为例 2024年7月份的统计 中国全国的重点钢铁企业的利润 年减88% 月减90% 几乎是无利可图 仅仅1%的企业尚有威力可图的空间 其次是太阳能产业 从上游至下游的硅料 硅片 电池片 以及组件等四大产品的价格 分别较2024年初下跌了40% 48% 36% 15% 创下了历史新低 有些企业甚至跌破了成本线 陷入血本无归的亏损的状态 第七就是龙头企业摇摇欲坠 中国汽车龙头企业之一的恒大新能源汽车 2024年上半年亏损202.57亿元人民币 较去年同期扩大194.73% 2024年半年以来只卖出40辆汽车 另外中国的房地产的下跌 还处于深不见底的状态 前十大房地产企业全部处于负债或者是破产的状态 就连中国乃至全球规模最大的地产商之一的万科 也出现了资不抵债的危机 第八就是中产阶级塌陷 象征中产阶级社会地位的钢琴业销售量也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 过去一年中国倒闭了7000家钢琴行 中国两大钢琴龙头海龙钢琴和珠海钢琴 2024年上半年的业绩都呈现出了亏损 有中国钢琴之乡之称的浙江省胡州市洛舍镇 大批制造商倒闭反映出中国中产阶级的塌陷状态 第九就是烂尾娃 国家弃鹰社会孤儿 由于习近平大力的推动新制生产力 将国家资源集中投注在高新科技 使得当下的年轻人在错过前期经济繁荣 又来不及适应新兴行业的高学历时代 狠狠的被社会所抛弃 根据中共官方的统计 今年中国大学毕业生的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1179万人 而7月份中国16岁到24岁的城市青年失业率 上升至了17.1% 是今年以来的最高水准 这还不包括在校学生和数百万农村的失业青年 一如以烂尾楼来形容还没有完工 就撒手不管的进驻一样 现在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 烂尾娃 借此形容许多青年虽然有大学学历 却找不着工作 人生就像烂尾楼一样的被迫停摆 一些人被迫接受低性的工作 而另外一些人面临长期失业的困境 第十就是债台高筑财政枯竭 截至到2022年的时候 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为114万亿元 中国的国有非金融企业的债务为220万亿元 金融系统的债务为56万亿元 这些债务合起来共计是390万亿元 这个数字是中国GDP的三倍之多 换言之 中国的GDP增长已经无法追赶政府财政的缺口 作者表示即使在经济低迷百姓穷困之下 中共依然砸重金推动各项弘扬国威的计划 中国人民可以吃土度日 中国的国际地位丝毫不能减损 换言之 习近平的中国梦不是中国人民翻转人生的美梦 而是他的帝国梦 另外作者表示 按照中共的既定思维 问题只要不讨论就不存在问题 即使有所讨论也必须是报喜不报忧 最近中国高层数度下令 不仅必须要搁置问题淡化问题 而且还要畅想中国经济的光明面 说好中国故事等等 中共高层甚至警告 不得将中国的经济问题 与198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相提并论 更不能够对中国的发展保持悲观的预期 甚至连一般的经济学的专有名词 例如通货紧缩 中等收入陷阱 凯因斯陷阱 民司机时刻 还有刘易斯拐点等等 都不准使用 然而不讨论问题 并不表示问题不存在 畅想光明 并不能够去除黑暗 这种鸵鸟治国的心态 只会使得存在的问题更加的恶化 习近平提出了所谓的新制生产力 试图以高新尖端科技 来重振低迷的中国经济 但是实际上 以这种毛诗运动经济学 所建立的新制生产体制 严重挤压了救治生产力的生存与发展的条件 而另外一个方面 中共还试图以低价倾销掠夺海外市场 来弥补中国内需不足的缺口 但是这种跳楼大拍卖的抢占市场 已经受到各国的关税壁垒和进口限制 这种以国家面子经济和以灵为贺的掠夺政策 必然带来扼杀民生日常经济的恶果 习近平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 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这个大变局不是别的 正是中国自己的大变局 至于中国人民犹如被主人弃养的家奴 连韭菜人矿都不如 9月7号的时候 台湾教授明居正在一次节目当中就表示 近日张又霞在八一大楼会见沙利文 有一些异样 尤其是张又霞口中讲的一些话 非常的不合适 昨日表示习近平有可能现在已经陷入了 毛泽东的晚年危机 这来自综合媒体日报的表示 中共的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与美国总统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 会面仪式继续引起了讨论 虽然从张又霞的话中可见 会面是由沙利文提出来的 但是早就定于一尊的习近平 能够同意这场会面 也太罕见和奇怪 此外习近平近来还自爆软肋 台湾大学政治系的名誉教授明居正 在9月7号的时候 在一次节目连线当中就提出 从中共国防部发出的新闻稿来看 张又霞说的一些话不太正常 例如他告诉沙利文 去年11月份习近平拜登在旧金山的会晤 今年4月份两个人再次通话 为中美关系指明了方向 双方要落实好元首共识 推动旧金山愿景转为实景 明居正表示这些话应该由习近平来说 今年4月份习近平见布林肯什说的话 就是按照这套模式 先回顾习近平本人与拜登之间的通话 再提出习近平对中美关系的预期等等 但是现在在会见沙利文的时候 习近平没有这样说 这套话让张又霞给说了 这在报道当中是完全不合理的 另外明居正表示 元首共识这类话 如果习近平不说 中方还有一个人是可以讲的 那就是说负责安排元首会面的中国的外长王毅 而张又霞只是中共军委的副主席 不负责安排元首通话和元首会面 为什么会先和沙利文回顾拜席会面以及通话呢 此外明居正教授还表示 从视频可见 张又霞露面时红光满面一起风发 一副主人的样子 反倒是习近平精神萎靡 明居正还表示 沙利文之所以去中国 原因之一就是听到各种习近平地位受挫的传闻 因此除了来通报美国大选 安排元首会晤之外 沙利文还有意探查中共内部的局势 也因此他主动提出要见张又霞 明居正表示 不能排除中共现在出现毛泽东晚期的状况 当时以叶剑英为首的老军头们 用华国锋对抗四人帮 对抗完之后 老军头们又免掉了华国锋 现在不排除中共高层有一股力量 站在张又霞的背后 对抗习近平 让中共陷入多头马车的斗争局面 如果这样 那么后面还会有大戏可看 不过从9月3号 非洲元首抵达北京后开始 中共一众党媒的头版 都清一色地报道习近平 似乎习近平的声势 并没有受到影响 报道表示 无论如何 至少很多的观察人士都认同 习近平与军队的关系并不好 甚至有评论认为 前不久习近平一口气 把中共解放军五大战区当中的 三大战区的司令都换人 其实是在自爆软肋 分析表示 没有一个政委或者司令 能够坐满三年 兵不知将 将不知兵 如果真要打起仗来 就犯了兵家大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